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做人要有心量 一个人心有多少量 你就能够忍让和接纳对方多少 所以一个成功的人是一个放得下自己的人 能够接纳别人 包容对待他人的误解和过失的人 所以学博的人首先在家里就要学会包容自己的先生 包容自己的太太 包容自己的孩子做错事情 你才能学会有量 才能真正的让别人心不口服 所以能够原谅别人的人 这是受人尊敬的人 天天不能原谅别人 父亲天天在家里骂啊 恨啊 砸东西啊 他在家里是不会受到别人尊敬的 所以一定要懂得宽容 所以以前很多人都说过 慈悲是什么 很多人讲不清楚 因为慈悲就是我给你的一种施舍 实际上慈悲是一种高尚的自我心态的表露 因为你有高尚的心态 你才会产生出一种高级的 高智慧的能量去帮助人家 去爱护人家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的慈悲 从放生做起来 我们的人能够原谅一条鱼 而不杀它去放生 为什么不能原谅自己家里人的过错 为什么不能原谅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的过错 所以一定要原谅 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一定要改变自己心中的自私自利 改变观念 碰到事情 学母亲 先想到孩子 以后学了 好了 慢慢的碰到事情 先要想到众生 那你就是一个菩萨 所以菩萨要想到众生 母亲会想到孩子 所以从自我做取 碰到事情 先想别人 你慢慢先天形成的自私概念就会去除 最后你就会学到菩萨的慈悲 你会形成后天的概念 让你广度有缘 慈悲天下 你们知道慈悲心啊 可以沟通无量无限的能量 你知道当一个人慈悲的时候 多少人会伸出无数之元手来帮助 大家都知道很多媒体曝光了一个孩子 在马路上被人家抛弃了 最后会有无数的母亲给他祭钱 有无数的母亲愿意领养他 这就是慈悲的力量 今天我们不但拥有自身的力量 我们还拥有菩萨给我们超智慧的能量 那就是慈悲 这样你就会拥有一个心中的能量场 为什么很多人念经拜佛很灵 因为他慈悲 他接近佛呀 为什么很多人离菩萨很远 因为他心和菩萨不一样 他求怎么会灵呢 希望每一个慈悲的人 好好的让自己这颗心放下 多一点向菩萨去救度众生 多一点去慈悲众生 这个时候你一求就灵 因为你不求到时候也灵啊